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 最近有所松动 但是这项限制 绝大多数家庭只许生一个孩子的政策 已经造成了许多受害者 下面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今年35岁的吴维平 克服了重重困难才有了两个孩子 这位前中学教师 于2008年怀上第二胎是个男孩 为了保住这个孩子 他与丈夫离婚 并假装和自己的表兄结了婚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瞒过去 当地计划生育官员 持续威胁他必须打胎 他被迫从浙江逃到上海 隐藏了几个月之后 生下了这个男孩 最担心就是 自己能不能平安地生下这个孩子 因为可能看多了 就是非法超生的女人 被迫去一夜堕胎的事情 所以我很怕我自己和我的孩子 会变成下一个 但是吴维平仍然面临沉重的经济负担 和来自社会的压力 他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而被学校开除公职 他的丈夫也被降为临时工 当局则令他缴纳折合为 18,575美元的罚款 计划生育官员甚至威胁 要采取法律手段 吴维平担心他的财产可能会被没收 甚至他或他的丈夫会被关押 今年45岁的李永安 也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 他和他的妻子2007年有了一个儿子 当时他们的女儿已经13岁了 这位前大学教师赵丽被开除公职 但是他不后悔 所以现在大家意识到 这个后果实际上是低生育率 大家不生孩子的危险 现在比过去的高增长 还要更厉害 更严重 而且现在已经不是高增长的时候 现在已经完全变了30年 所以很多人在呼吁社会上 包括人大的代表 政协委员 包括原来从事计划生育的 赶不过来讲 现在不能再继续这么一个政策了 李永安拒绝为儿子付 三万七千五百美元的罚款 所以他的儿子现在也没有户口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